这女孩干嘛呢 你好叔叔 叔叔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好哥哥 我就说我有那么老吗 没事怎么了 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去那边 哦是啊 我想搭一下你的车可以 搭车 付车费都可以 哎呀付付车费都不用了 来吧来吧我们也是顺路 我帮你吧 谢谢谢谢 你踩这么多食安货啊 来我帮你把弄弄上去吧 有一点糟 没事的没事 哥哥你们是来旅游的吗 啊我们是来找人的 我可以到我没事的时候 到我们这边转一转 可以啊我发现就来云南城 我发现云南的这个风景 是真的很优美啊 对我们这边玩的地方特别多 是是是 你你我用这个手机记录一下 没问题吧 没问题没问题 好我发现你们这边 这个民族的衣服挺好看 是每天都要穿这个这种衣服还是 不是是我家有个亲戚 人家里有喜事 哦等于说逢年过节有喜事 这类的话就会穿 对对对 哇这个衣服是真的好看 嗯还可以 哈哈哈哈 就我那边是到前面 呃就右转 谁啊我帮你 这个装这个 你家是在哪一块 我家在这边 哦这边是吧 我给你摊一下里头 那我麻烦你了 没事没事 哎呦你卧了我身上的 没事的 哇 我穿的你身上没 我没事没事 给我来呗 哎奶奶好 啊 奶奶好 我都完了 咱们全部都要走 然后送到尾巴 我就要送给你走 好好好 行行行 这是这是 苹果还啥呀 苹果 你这儿又是这猪了吗 我找我猪 啊这个这个直接做成这个被猪是吧 哇 哇挺好的是吧 我发现你们这边的房子确实好看 房子都可好看 真的 好看啊 多云的苏美 这几天是有太好看了 挺好的 你身体都挺好的吧 身体都挺好的吧 身体都挺好的 75了 75了 看着不像 像60多 这几天都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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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这是我爷爷 你爷爷爷好爷爷好 第一次你见我叫伊蕾 哇你家这么美好这么漂亮 还行哥哥你吃苹果 这是自己种的 行行行好好好谢谢 挺甜的 好 那个我见那个马上到中午了 要不你留着吃个饭吧 会不会太麻烦啊 不会不会我家里没有什么人 就爷爷跟奶奶 嗯 那行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哎大哥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女孩 她那个模样像不像我被拐的 那个妹妹的那个 那个模样呀 嗯 好像是啊是吧 我这样 我去找她聊聊 看看情况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叫安宁 你可以叫小娘 安宁 我发现好多 好多你们 就当地的一些女孩啊 她都是有这个 方言口音的 你为啥是没有啊 因为我小时候 比较喜欢主持人 喜欢主持人 对然后跟着那个 电视上练过那个口才 太棒了挺好的 我就说你没有口音 哈哈 那你们平时在家就是大部分是你做饭是吧 哦 基本上是我给爷奶奶做的 哦 是这样 哦你们这个鸡蛋我发现 好像是这是你们自己家的鸡 下的蛋是吧 不养的鸡 哦这个鸡蛋一定很好吃啊 你比其他那个 我要像你 哦 那今天今天可以 今天有口福了 那就是 太寒酸了 不寒酸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 哎呀真的是辛苦你们啊 没事没事没事 哥哥你们去休息吧 我饭开一下马上就好 好了我叫你 行行行好 那麻烦你了 没事没事 好好好嘞 哎呀真的是太风声了 太风声了 哎呀今天 今天也确实打扰你们了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比较简单 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挺好的 哥你吃 行行行行好 好好好 好好 那爷爷吃个花菜 哎我自己来呀 没事没事没事 哎呀真的是太风声了 好好好行 谢谢你 差饭了 哇 哇安静我发现你穿的这个衣服是真的好看呀你们这个 我们也不经常穿就是有重要的节日或者是重要的事的话 哦确实很漂亮 嗯今天你们家也在你们家吃了一顿饭真的是太麻烦你们了 我也麻烦你了 哎呀我就呃我就不打扰了我就先过去了 然后呃我没事的时候可以来来找你玩吗 可以呀一蕾子可以的 哈哈哈 反正我也没啥事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那这样吧呃我今天不是在你们家和爷爷都吃饭了 你们也麻烦你们给我做饭了 呃这这钱你就收下 哎你听我说这钱你就收下 真不用了 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因为我也是 坐你的收拾车过来 哎呀那你应该穿街没有收我的 那个车费 那这样吧我我车上也没有什么好东西 我我没有什么好东西带给爷爷 然后那张饮料给爷爷喝行不行 不用不用 哎你你在这烧灯的话我就去不用不用了 你烧灯的话我就去 嗯 我也没啥给你和爷爷留下了 然后这个 这项饮料你你和爷爷留着喝吧 太谢谢你 哎没有没有没有 今天我也是 在你家吃了这么美味的一顿饭 也觉得特别开心 然后我没啥事的话 呃以后就过来来找你玩 行欢迎你来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还打人呢 哎大哥你怎么来了 我今天没啥事我过来看看你 你背着是啥啥东西啊这么多 玉米棒 这么沉你能背得动吗 能背得动 那咱回家坐会儿 行行行好我帮你背吧 这个这个这么沉 哎呀我帮你背 没事走走走 哇这个这么沉你 这么小的一个个子能背得动 真的是太厉害了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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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点 干活的人就这样 哎爷爷好 好好久不见啊 又来的 哎对对对对 你最近身体都挺好的吧 好的 好好好 样好样好 我这个辣椒一看都是很香的 很辣 很辣是吧 对对对对这个平常的 有点辣 这个看上不辣 它是要晒干是吧 嗯对把它晒干好存 哦 能放的时间久一点 对那因为哥 我带你去我们家后边的菜地看一下吧 哦后边有个菜地是吧 想做了很多菜 又走的时候可以给你拿一点 哈哈哈行行好嘞 地里边都种的都有啥呀 种的菜呀 就是小白菜萝卜辣椒都有 哦这还有竹子啊 哦 小云你怎么回来了 哎呦我不想去学校 没有放假 你回来干嘛呀 我真的不想去啊 烦死了 你头发怎么染成这个颜色了 哎你管我我去找朋友 不要把我 走走走 哎你好干 我去把头发染回来 我去学校 我再提醒你去 走呢 去把头发染回来 哎呦我去找我啊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还打人呢 小妞没事吧 没事吧 她是谁啊 妹妹 你妹妹 你还有个妹妹 我有一个妹妹 一蕾哥咱们回家说吧 行行行好 你没事吧 我给你拍拍拍拍 没事没事 小妞啊这会妹妹也回来了 你们姐妹俩就坐到这块 好好的聊聊 看妹妹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对了妹妹 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鱼 小鱼 我这个名字名字挺好的 呃姐 你看你这边是有什么想问妹妹的 你也心情气和的问问妹妹啊 那你跟我说说为什么不想上学 就不想上学 有啥理由吗 你今年大三 明年大四 你再有一年就毕业了 你毕业了就把证 毕业证拿上就可以了呀 要啥文凭 要啥文凭 要啥毕业这晚 你才上过几天学 你懂啥 你听我的 咱一会去村口理发店 把你头的颜色染回来 去学校把学好好的上完 不是我说你是工件社会来的吗 都什么年代了还怪我头发 我觉得来小妮我觉得啊呃 这个妹妹小鱼她这个头发就就就着 因为孩子已经染了 并且年轻人嘛也是时尚 他弄这个我觉得还还还可以挺漂亮的 你觉得呢 他是个学生 把头发染回来回去好好把学上来 上 干我的事 压开 你妹妹 你妹妹 你还有个妹妹 你找我 哎 小 你管我的事 让开 哎小鱼 你别急别急 我给你讲一下 你平时跟你姐姐好好说话 你那样对你姐姐你 她不伤心吗 嗯 我感觉她什么都不懂 哎呀她其实你姐姐也挺辛苦的 你看她 她为了你的上学一直也是 她早早的都不读书了啊 然后也是想让你大学毕业嘛 行我知道了 啊 你头发问题你没没关系的 我觉得年轻人 挺好看的 这头发的颜色挺好看的 然后你是这会儿要出去有事是吧 嗯 那行吧 那你出去你早点回啊 晚上要不然你晚上回太晚的话 你姐姐会担心你的 好我知道了 行行行 好嘞 那你先回去吧 好好好 哎小妞 我刚才也给你妹妹说了 然后你也不要难过了 嗯 然后她头发的问题 我觉得哎 怎么说啊 大学生嘛年轻人都是那样 也挺好看的 你你你你你也别跟她计较 你也别生气了 好吧 其实不是的一类哥 我觉得头发的问题它都是次要 主要是想让她把大学上完 我早早不上学 就是想让她能好好上学 让我的家庭也能减轻一点负担 然后家里也出一个大学生 其实你说的我都懂 因为我觉得嗯怎么说呀 妹妹她肯定也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吧 这样吧 然后等什么时候妹妹回来的时候 我跟她好好聊聊 你也别着急好不好 我上回看到你这个棉服已经破了 然后我今天从市里来的时候 我给你买了一个羽绒服 你试一下看合身不合身 你那个不用 哎呀没有没有 我都买下了 我真真有衣服 都开心成这样你试一下吧 我已经买下了 不用不用 你看一下合身不合身 因为我也不会给女孩子买衣服 挺合适的 挺合适的 你转转身我看一下 哇可以的可以的 挺合适的呀是啊 就是太麻烦你了 哎没有没有没有 暖和不暖和呀 暖和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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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那你就穿着吧 那个已经破了 嗯行谢谢的 哎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那我们没啥事我就先过去了 我 那个公司还有点事 然后我就直接走了 那一类给你稍等我一下 稍等我一下 怎么了 我稍等我一下 哇这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自己采的商货 和我们自己送的辣椒 然后也没有什么好东西 哎呀一类给你拿着吧 这个这个太太麻烦了 没事这东西不值钱 那行吧 你拿着吧 好好好 哎呀真的是太写心 太好的东西了 我还要卸你的衣服 哎呀行行 那我就先过去了 好吧 行行 没事的话我来找你玩 行那你没事就来 然后来家里吃饭 行行你赶紧回去吧 哎小女你吃吃了什么呀 吃的是饼干嘛 你怎么不吃点饭啊 我吃饼方便一点 而且还能省点钱 哎呦你这样身体能受得了吗 没事的 你怎么来了一类个 我刚才去家里了 我刚才去家里了 然后爷爷说你来镇上 卖山货来了 我说过来看看你 哦是这样啊 嗯 我觉得你选这个位置 不太行啊 人流好少啊 我这个我不太 我也不太走 不会找地方 我想着能卖一点是一点 哎呀我下回 我下回给你找个好点的地方 行 你这怎么卖啊 全部卖给我呗 不用你这个等会就卖完了 哎呀卖给我卖给我 这么冷的天 你卖给我 你不你不就能早点回家啊 不用你买这么多也没有用 你要要的话给你都行 哎呀 没事咱们不稍等一会 然后一会就卖完了 那这样吧 我去买瓶水 你稍等我我妈过来 好 好我去买瓶水喝 好 哎大哥你好 你看对面那个卖山货那个女孩 然后我给你 呃一千块钱 你去帮我把他的山货全买了 行不行 行啊好好好行 谢谢你啊 不要去 哎小宁卖完了吗 卖完了 刚才来了一个大哥 然后把他全买了 哇这么棒吗 太棒了 啊行行行 你还吃什么吗 我带你去吃点饭去 不吃了我的饼都没吃完 都饱了啊都饱了 嗯 那我们直接回家吧 行 好好好走我帮你 走吧 谢谢一蕾哥 没事没事 哇小宁啊 咱们今天这个天 其实真的好好舒服好暖和呀 是不是小宁啊 哎 你怎么了 我刚看我这个山货少了一半 这个山货就这个龙雪天王啊 我今天早上走的时候晒的 怎么会少一半啊 是家里进贼了吗 我家那个锁有点问题锁不住 我家有一个大叔 肯定是邻居家那个大叔 邻居家大叔 他是干嘛的呀 就是邻居家有一个大叔 隔两天就来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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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来 是拿我采的商货 就是拿点苹果 前两天还把盐晒的苹果干拿走 他家在哪 是在隔壁吗 是在隔壁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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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他去 什么意思啊 走走走走你别管 因为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这 你走了之后他肯定还会来的 你不是他为什么要拿咱们的东西啊 没事 你坐这儿休息会儿 哇辛辛苦苦踩的天马 哎呀 这人真是的 你这样哪天他来了你给我指一下 哪一个人是他 我好好跟他说 这样下去也不是事 你跟爷爷在家 他老欺负你俩 门锁坏了是不是 那个 有点锁不住了 我明天找人来修 我明天直接把这把把锁子换了 我这这辛辛苦苦踩的天马 被哎呀这人真的是太过分了